世界四大残暴帝王第四名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一生征服了40多个国家700多个民族 这个战绩可谓是空前绝后 可他的征服手段却令全世界人民胆寒 成吉思汗幼年时便心狠手辣 直接杀了自己的亲弟弟 后来每攻陷一座城池都会下令屠城 据统计至少有100万人死于蒙古铁骑之手 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大宋也不过只有6000万人而已 更残暴的是成吉思汗竟然将50万名无辜女战俘 作为奖励全部分配给士兵使用 每名士兵配备三个女服 士兵可随意使唤和处理他们 也许是因为杀戮太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病逝于征战途中 第三名尼路 此人是古罗马帝国的皇帝 他登基后杀完老母杀妻子 第一任妻子被他流放致死 第二任怀着孕被他活活踹死 最变态的是他有一个特别的情人 太监波斯鲁斯 这波斯鲁斯本来是个长相最美的正常男孩 尼路看上后硬要封人家为皇后 被堵住悠悠众口 直接一刀把斯伯鲁斯给淹了 然后召告天下 本王娶的就是女人 还有更荒唐的 尼路为了给自己建宫殿 直接放火烧了半个罗马城 气得罗马百姓全部揭竿而起 尼路走投无路 最终自杀身亡 第二名武猎天皇 武猎是日本第25代天皇 他九岁登基 娶了自己亲娘当皇后 为了掩人耳目 还把亲娘的名字 从春日大娘改成了春日娘子 为了打发时间 他发明了恐怖的捕鱼游戏 侍卫脱光衣服 在池塘里扮鱼 他拿着叉子 再按上叉 顺时血染池塘 诸如此类的残暴游戏 还有很多 什么强逼侍女跟马 拔掉农民所有之家之类的 怪不得日本人这么变态 原来是祖传基因 第一名 育人天皇 所有中国人应该都牢记这个名字 日本育人天皇 他在位期间侵略了亚洲 美洲十几个国家赤裸裸的刽子手 他对中华人民犯下的罪行 庆祝难输 烧杀抢掠人体实业 虐待妇女 我国至少有三千五百万人 直接或间接的丧命于此人之手 令人愤慨的是 前面三个都没啥好下场 欲人天皇犯下的罪行最大 却还健康平安的活到了八十八岁 真是祸害一千年 一天 闻闻 瘫 对 对